比亚迪半导体冲刺IPO 行业是 战略中国第一全球第二 所谓车企比亚迪 只是它给公众展示的最前表的形象 1月20日深交所创业委的一则公告显示 比亚迪旗下最关键业务之一比亚迪半导体 开启上市 被称为国内功率半导体龙头 车薪第一股 比亚迪半导体到底是谁 在比亚迪集团内部 半导体业务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个车薪龙头能解决卡脖子问题吗 据深交所创业上 市委2022年第五次审议会议公告显示 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将于1月27日创业版首发上会 首发上会 是指上市公司进行新股发行之前 必经的证券发行审核委员会讨论 而登据最新招股书信息 此次IPO 米募资26.86亿元 投建新型功率半导体芯片产业化及升级项目 功率半导体和智能控制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其实 这次算是比亚迪半导体重启上市 2021年6月 比亚迪半导体曾向深交所提交过一次招股书 后因聘用了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导致IPO审核终止 从公开披露信息来看 这次终止 极大可能就是被律所连累 因为律所被查之前 比亚迪半导体的创业版发行上市申请 已经获得受理 不到一个月就接受了首轮问询 整个过程可谓是神速 那么问题来了 比亚迪半导体被重视的原因是什么 这家公司何以被称为中国功率半导体龙头 招股书中就有答案 比亚迪半导体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 智能控制IC 智能传感器及光电半导体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从产业链角度看 比亚迪半导体以车规及半导体为核心 在该领域布局从芯片设计 晶圆制造 模块封装与测试到系统 及应用测试的全产业链IDN模式 从产品类别看 比亚迪车规半导体主要分思考模块 IGBT模块 和集程度较高的自研混动DN控制模块三位 在IGBT领域 比亚迪半导体2019 2020连续两年 在新能源承用车电机驱动器厂商中 全球排名第二 国内厂商中排名第一 市场占有率达19% 仅次于英飞零 所谓中国车新第一股 正是来源于此 另外 比亚迪半导体在车规及IGBT芯片设计 晶圆制造 晶圆测试等多方面工艺 均有不少自主研发的技术 在SIC系件领域 比亚迪半导体的进展处于领先地位 不仅是技术方面的突破 更在于已实现在新能源汽车高端车型 SIC模块的规模化应用 而从比亚迪半导体这几年来 公布的财务数据可以看出 2021年半年营收 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前几年全年营收 结合前面的营收细则表格 很容易就能看出原因 2021年 SIC模块和DN模块双双投产 其中DN模块 无疑是随着比亚迪混动车型火爆而增长 而半导体新技术的代表SIC 则是当下爆发力最强的业务 未来很大可能保持高速增长 毕竟目前只有汉EB一款车 搭载CT相关产品 当然 比亚迪半导体业务范围 不止车规半导体 根据招股书信息 除了车规半导体 比亚迪半导体在工业 家电 新能源 消费电子领域都已经实现产品量产 以上这些 大致描绘除了比亚迪半导体业务 基本情况和全貌 从客观数据上看 它的确能算得上国内车规半导体的轮捕 自然而然 我们还要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为一片不到亿元成本的芯片没货 导致价值数十万的车型停产 这是今年所有车企的困境 所以解决卡脖子问题 核心就两条 有技术 有产能 比亚迪半导体符合吗 首先是技术 IGBT方面 根据IHS研报 国内是战略第一的斯达半导体 其自研赋芯片领先比亚迪一至两代 但斯达半导体业务 主要是公控机领域 车规及市场仍然是比亚迪的天下 而车规及的一大特征 就是要求可靠耐用 所以产品本身的领先程度 并不是关键因素 而斯科恩念 则是比亚迪半导体的优势领域 起步早 布局相对完善 由于碳化硅本身半导体克星 导致相关产业壁垒高 技术挑战大 比亚迪半导体起步早 布局相对完善 目前比亚迪车规及碳化硅模块电压 主要为1200伏 电流等级覆盖400A-950A 技术和商用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那么产能方面呢 其实从招股书中就能看出 比亚迪半导体主要业务 依然依附云母公司 最大客户就是比亚迪汽车 而且从今年大热的DN混动车型 一再延迟交付来看 比亚迪半导体也只能算勉强满足自家需求 所以要谈解决卡脖子问题 还未时尚早 而且从已公布信息来看 比亚迪半导体目前芯片生产业务聚焦在晶圆生产 且这两年对外购代工依赖有所加深 但是比亚迪半导体已经宣布自建新晶圆厂 其自有SIC产线正在建设中 立即三年后实现月产SIC晶圆1万片 五年后实现月产SIC晶圆2万片 车规及芯片未来的增量空间非常辽阔 毕竟国内每年有2000多万台的新增汽车销量 对于比亚迪半导体来说 加快扩建晶圆厂 才是公司接下来的策略重点 毕竟只有先满足自家需求 才能谈得上争夺产业链自主权 至于估值 比亚迪半导体一级市场A轮融资后 估值已经近百亿 且看能搞出多大的动作吧